我是杭州号所的Grace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工程师成功 给大家介绍一下汽车生产过程中保险杠所运用到的超声波原理 成功我想问一下这个生产过程中运用的超声波是什么技术呢 汽车保险杠生产制造过程中运用的主要是超声波的焊接的一种技术 然后焊接里面的话是针对于保险杠来说是点焊和主一点 然后点焊中的话又是穿刺跟保接是最常见的 那我们这个点焊的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 超声波焊接呢它是利用了一个高频的震动去完成一个局部的对材料的变化 它的高频震动的评测可以达到十几万次到二十几十万次的一个规律的震动 然后将在工作区域将这个材料转化之后 但是一定压力使它完成一个融合在一起的过程 好的谢谢车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